有一位观众朋友提到 最近有些人在讨论 现在的美股 跟2000年网络泡沫的状况很像 那个时候的爆发之后 走入了两年的低迷 雷同之处 像是总统大选 现在很红的AI题材等等 那么我要如何投资 才能避免踩雷呢 嗨你好我是小贩 这部影片我想和你聊聊 AI狂潮看似网络泡沫2.0 我要如何避免踩雷 已经有些投资打人 会把最近股市的走势 和2000年网络泡沫做比对 结果有非常相似之处 但是也有人认为 当时的资金 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些莫名其妙的公司 只要变成.com 马上就会大涨 许许多多投资项目 只是为了这股热潮而发展 但是商业模式还不成熟 最后在网络泡沫破掉之后 NASDAQ从涨了8倍 跌掉了78% 几乎回到了原点 留下了少数公司存活 并且它在后来 成为了真正的大的企业 我记得 那个时候Amazon 一股只要5块钱 但是出入美股了 那个时候没有买 如今的AI的应用 已经目不暇击 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 各种AI运用的软体和服务 而且大型企业 早就想要收购这些公司 他们现在也就代价而股 相关的设备提供商 像是大家熟悉的AMD TSMC 台积电 NVIDIA等等 就像是网络泡沫时代的 ISP公司 提供网络的股干 股价也是大幅的上涨 有人说这是不一样 这个是实打实的需求 而作为一个不建议 投资特定产业的频道 我不想探究其中的真伪 去做市场的分析跟预测 因为这种人性堆出来的市场 要去预测也实在是太难了 但是我想要用一些 投资上的想法 来套用在过去的历史 我相信是可以找到一些答案的 首先我们先看看第一个 网络泡沫的走势 在这部影片里面 我会用QQQ代表NASDAQ指数 用它来代表过去网络时代的盛事 同时我会用VTI来代表全美的股市 这档ETV认为已经足以代表 美国整体市场的股市 另外我会用另外一个投资组合 来代表全球的股市 因为当时的VTI它还不存在 我这里会设定为 40%的VTI也就是美国的市场 20%的VPL也就是亚太先进的市场 再加上20%的VWO代表新兴市场 最后配上VGK20%代表欧洲的市场 用这个组合来代表全球的股市 我会用这三种股市的看法 来看看在经过网络泡沫时代 他们各自的投资绩效 我会先用单笔1万元投资这三种资产 我们看看从2000年一直到2007年 从这张图来看投资成果 你会看到蓝色的QQQ它抱着不放 放了7年它还是亏钱 而全球股市则是第一个爬起来的 当时的股市的热点其实是在中国 全球的股市有占到这个边 年化暴储约有6% 而全美股市大约要在落后快要两年 才会开始成为正的 年化暴储约为2.23% QQQ当时的产况告诉我们 当泡沫破掉的时候的走势会有多惨 而且不止高科技 我们看到美国整体的股市也是受伤惨重 当时的投资热潮在中国 很多基金的名字只要放上中国两个字 几乎都会大赚 没有什么人在聊投资追踪 S&P500指数的基金或者ETF 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光景 我们了解这三种股市报酬的走势以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 定时定额的成果 由于我们大部分的人投资的钱 都是来自于自己的主动收入 有赚钱而且有闲钱才会去投资对吧 所以定期定额是一个比较符合 一般人的投资习惯 那这里我设定用起始金额是1万元 然后每年再投入1万来看 就算在网路泡沫发生以后 还是持续买进 那你觉得这样子会赚钱没错吧 是的 我们来看看效果如何 从这张图里我们看到了 定时定额在三种资产长期下来 大家都会产生正报酬 不过全球股市还是最好的 它会有12.8%的年化报酬 而美国股市有7% QQQ则是5.6% 那接下来我再把历史往后调到2010年 你会看到这三者都下跌得很惨 原因是因为遇到了金融海啸 全美的股市成绩最差 那全球的年化会降为7% 注意一下 这比我刚刚算到2007年的年化报酬 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竟然就少了5.8% 这个就是大涨跟大跌它带来的威力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如果你想要用年化报酬 来看投资的绩效的时候 就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你投资的年化报酬 往往会因为现在还处在大涨 它就会有非常好看的成绩 可是在大跌的时候 它也会变得非常的难看 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人以为 他想要在股市中 投资市值型ETF是稳稳获利 那我要不要借钱来做的时候 我会拍这部影片来警告 因为这样的人往往只看到好的一面 尤其在牛市的时候会这样起心动念 而没有看到如果是大跌的时候 其实市值型ETF它没有跟你在客气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当时是花多久的时间 才爬起来的 千万不要只是用COVID-19 那次美股熔断以后 马上就弹生了那种经验 而去认为美国就是这么强大 赌它就对了 其实网路泡沫之后的故事 不是这样子演的 那个时候的主调是中国崛起 好 那到底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更安心呢 不要让我心惊胆跳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三个 加入债的成果 因为当时没有BNDX来代表非美的债券 我这里我先用30%的全美债BND 再让前面的三种组合的股市部位 通通都降为70% 因此来做成一个股债七三笔的组合 投资的结果呢 我们来看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相比只有投资股市 三者的年化报酬它不但提高 而且重点是 代表波动风险的变异值 通通都变小了 也就是说加入债的投资组合 是可以让投资者更安心 可以安稳地走过网路泡沫 这里的股债七三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每个人的组成方式会各有不同 重点是用每股ETF做指数化的投资 让你可以轻松地用投资组合 来处理自己的投资 一年花不到两个小时 让你更安心地来面对 未来可能遇到 不管它是大涨或者是大跌 都可以保持储便不禁地走过这里讲的 网路泡沫和金融海啸 那如果你想要一次性了解 要如何做到 你可以参考影片说明栏的免费课程 总结以上 针对AI狂潮是否成为网路泡沫2.0 我们这里讨论了 第一个网路泡沫的走势 这里先分成了QQQ VTI和全球组合 三种股市的组合来看 我们从2000年到2007年的报酬走势 看到了QQQ表现最差 全球股市表现最好 再来第二个 定时定额的成果 我们试算了定时定额 套用在这三种股市的成绩 发现了全球股市是最佳的 但算到2010年时因为发生了金融海啸 美好的年化报酬 它可以从2007年算出来的12.8% 到了2010年少掉了5.8% 这个就是遇上大跌时的威力 最后我们讨论了第三个 加入债的成果 在放入了30%的债以后 我们看到了投资报酬 它提高了一些 同时更重要的事情 是波动的风险明显减少了许多 这个就是用每股ETF 做指数化投资时 用这些工具来配置 能够做到轻松走过 安心睡觉的效果 如果你想要一次性了解 到底要怎么做 可以参考影片说明栏的免费课程 再回到一开始问我的朋友 他的问题是 若是未来AI的题材 真的发生了网络泡沫的状况的话 那对于指数化投资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会发现 其实如果有好的计划 是能以不变应万变的 历史的重复性也许有其必然 但是每次出现的样子 总是让人出乎意料 难以猜测 我知道对于初次采用这个频道做法的朋友 你还是会忍不住 想要去看手机或者是电脑 查一下现在手上的资产变化如何 其实久了你就会发现 与其看不如多想办法去赚钱 或者是把看盘的时间 用来体验生命中其他的事情 这样你才会真正的赚到 而且生活才会有意思 你可以在一文看一下天空 然后想想看这个世界上的万物理 会去担心财产涨跌的人有多少呢 真的不值得成为其中一员 因为曾经在网络泡沫 损失90%的投资家 Fred Wilson 他在2015年的书里面分享了一段话 没有什么重要的失误 是在没有非理性的热情下被建造的 这意味着你需要一些这样的狂热 来促使投资者打开他的钱包 来资助建造铁路 汽车 航空太空产业 或是其他什么的 在这种情况下 投资的大部分资本是损失了 但是也有很多资本 被投入到一个高流量的互联网主干网路 以及大量运用的软体资料库和伺服器当中 所有这些东西都让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成为了可能 并且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 这就是所有这些投机性狂热所造成的 他讲的没有错 网络泡沫是有留下一些成果的 但是这种烧钱的行为 是留给专业的投资者的 因为他们可以忍受极高的失败率 而且只要赌对一个成功 他就全部赚回来了 而我拍的这部影片讲的就是小股民跟上了热潮 却往往会把整个人生都输掉 这个不是本频道建议的投资方式 这个理想传达的是一个适合大部分90%以上的人 可以轻松处理 也再也不用去担心的理财方式 而且这个方式绝对不是投资所谓高股息ETF 也不是买进QQQ 甚至TQQQ 或者是常债 原因你可以收我的频道 因为我已经拍过不少 最后我想问你 你认为AI造成的股市上涨 会持续到2024年年底吗 你觉得会请留言A 觉得不会请留言B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不错 请记得按赞留言或分享 这样子会让YouTube了解 要推送相关的讯息给你 同时也可以让这部影片 推送给更多的同好 进而得到更广泛的讨论 那如果你对投资理财 资产配置和被动收入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 还有小铃铛 并且选择全部通知 就不会错过我所有影片了 我是小范 我们下部影片见罗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